大家好,我是阿崔 今天呢,看看这个工地 今天是这个 昨天把这个工地全部拆除了 简单的看看啊 就是每次拆除难受 就一定要检查检查 墙面拆除情况 就是墙面原来的瓜白全部铲掉 包括顶面啊 有些地方的这个工人呢 就是顶面不给铲 顶面呢 只要是不掉顶的情况下 全部铲掉 这些地方倒是可以不铲 比如说我们这块要包口的情况下 倒是可以不铲 但是今天会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那个卫星间的防水不行 你看这个我们没动 这块都已经出现开裂 他用的是这个卷材防水布的 刚才给这个工人打电话了 一会儿呢就把他 继续把他扯干净 把他进去墙面这些全扯掉 如果说咱家的防水啊 就是怎么检查 并不是说所有的开发商的防水都得铲 那你上这边来 这边往下 并不是说开发商所有防水 都需要铲 就是说这个墙面空的 尤其是这个防水布的一种 出现空的 出现破的 这个呢 是尽量把它铲掉 粘贴不牢固的 这是需要铲 因为它掉了的情况下 会粘连着我们自己在座的这个防水 包括我们提的砖都掉下来 防水是出现问题 然后还连带着砖一块掉下来 所以说啊 这个你看 包括这些脚的地方都是有明显的空的 这里面全是空的 所以说还是把它拆掉 更把握一点 好了啊 今天呢 就帮大家闹这么多 我是阿翠 顿着罗兄每个细节 下转换 多谢您的 今天员 那一位 后来 我们回到准备了